短短開在高速公路上 駕駛鮮些 連命都沒了 親眼目擊驚悚畫面在眼前上演 劇烈撞擊聲響 門家瞬間被撞爛 號制牌接連往下掉 重重砸在小客車車頂 路過車輛經濟閃避 現場交通大打劫 好在當事人反應夠快 閃過被害車輛 不過頭頂鋼架搖搖欲墜 嚴重毀損 全是連結車的錯 上方鋼貢板架鬆脫了 駕駛自己沒察覺 狠趕一路從五谷晃到三重 最後撞毀門架才發現事情 大條啊 鋼條硬生生插進引擎蓋 將小客車的板筋給貫穿 車輛嚴重毀損 就差一咪咪 約一百公分 駕駛可能被斷頭 總共兩輛車跟著遭殃 號制牌門架高約五米 根據標準大型車限高四公尺 雖然肇事車輛沒有超高 但板架被震到鬆脫彈出 超過門架高度 除了依規定要開閥外 還要賠償近三十萬的維修費 裝在後屋的時候 那個鐵桿是在那個鐵槽裡面 然後在行駛的時候 不知道什麼時候 它那個鐵桿突然升上來 但騎士就沒這麼幸運 剎車不及衝撞路上堆高機 車身插進機具底瞬間肢解 現場門是噴溅的碎鈴鍵 南大聲倒地後再也沒醒過來 大型重機具在路上亂喘 用路人眼睛放亮點 才是自保之道 借林俊鋒 宋鄉玲 新北市報導